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和奶茶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 我现在要去跟一位四五位蒙面 但是我已经仰慕已久的朋友 喷头 因为他也是一个YouTuber 然后我是他的观众 自从看过他第一支影片 我就非常崇拜他 他非常有学识 非常有见识 非常有知识 跟我一样 我相信这支影片发布之后 我的订阅数应该可以 有希望突破两万 如果没有突破 一定是他的魅力不够 而不是我的内容做得不好 我们就待会儿跟大家公开一下 到底是谁 显得非常凌乱 因为一大早就先要把妹妹 因为壮壮送去学校 然后把妹妹托管给丈母娘 让她带去附近的亲子馆 因为这个妹妹很怕生 不知道就反正看到别人都会哭 除了看到我跟我老婆之外 都很容易哭 所以把她带到亲子馆去 让丈母娘带到亲子馆去会好一点 然后就趁这个空档 跑出来跟其他人碰头 录一期Youtube 现在中正纪念堂这里 大中门 大中门对面有一个大校门 中校 据说走到大校门要哈哈大笑三声 好冷哦 已经要迟到了 已经迟到了 她要跑过去 很不好意思第一次见秘密 而且是我仰慕已久的人 第一次就到她登 非常不好意思 因为我忘记亲子馆 是九点半才开门 然后就等到九点半 还要第一次去还要做新的登记 等一趟 所以跑到这个大校门 已经笑不出来了 大船嘛 好船啊 为了更好的展现给观众 卓老师的声音 他要提前出一个热烤堂 保护嗓子 Hi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喝奶茶的奶爸gogogos 來自上海 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我仰慕已久的 法律高強的一位跟我一樣 來自上海的 hacker 你自己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堯堯 很高興 為大家和奶爸gogos一樣 我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我們真的是一邊帶孩子一邊來做 hacker 還是挺不容易的 但也太感謝觀眾 卓老师真的特别不容易 两个小孩好辛苦 每天还要做YouTube剪片子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也是感谢观众 能够这样的人来看我们的节目 看我们的频道 我其实很想跟卓老师连线了 已经小很久了 然后终于他小孩安顿好之后 可以抽出时间来 我们合作一下 那你的ID是什么 你的ID名我好像有点忘记叫什么 我只知道你叫卓老师 你的频道名字 是Angel Z 卓卓卓 Angel Z 卓卓 卓 Angel Z 卓卓卓 对 Angel Z 卓卓卓 大家记住了吗 Angel Z 卓卓卓 卓老师自己都忘记了 我跟人连线 有一个传统保留项目 就是我的RAP 大家一定很期待吧 对 那等一下请卓老师配合一下 就是我说完一些 你可以说又又 哦好 让我再看一下歌词 要要 我是今天的RAP GOGO 大家听完希望听到大家的掌声 你好 祝老师和我一样来自上海的 Anyone 那 faith 同也 什么 你好 早点逼辞了 我不懂我的音乐了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Rapper Doggo 希望大家听完能听到大家的掌声 卓老师是一位来自上海的YouTube女生 她跟我一样 欲有一男一女非常可爱天真 她看过的法律书应该有那么多本 她的法律高强 连哈里波特都只能当她的学生 而如今翻山过海跨进自媒体这扇大门 她用她的理性和专业知识 让很多观众得到首肯 过去生活在上海 在台北相遇是一种缘分 就像秦始皇认识了李斯 而我遇见了卓老师 最后祝卓老师的订阅数节节高升 也祝你节节高升 谢谢 我今天是准备了一些问题来向卓老师提问 因为非常好奇 很多观众肯定也很好奇 那我就直接来提问了 想问一些关于你的个人情况 你是哪一年来台湾 2019年 2019年是疫情前 错错错 2020年 2019年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 所以你女儿出生在浙江湖州 出生在浙江湖州 老家 也是来三年了 这样子是三年多了 那你跟你老公是在哪里认识的 你在网路上认识 我跟我一样 那网路上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是在一个基督徒交流的浙江湖州 你是信仰 基督徒 很纯洁的人 但是跟我老婆不行 当初你们结婚手续办了多久 整个流程 应该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 我记得好像很久 应该差不多是有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碰上疫情的话 可能会更小 很不容易 就两边来回 要有些资料啊什么的 公正啊什么的 真的很不容易 当初对于你要嫁来台湾 听说你要嫁来台湾 你的家人和朋友有什么感觉 刚开始 因为我们是网路上认识 所以其实家人 你不是很支持 因为觉得说 不是很好 对 这个就是说不管是 不管是男方是哪里人 但是你比较是在网路上认识 没有一起在 就是真实的生活在一起过 对对对对 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不是很可靠的 对对对对 那后来就是 方先生有开始在上海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快一年的时候 我的自己也慢慢接受 但是又来台湾 这个过程正好是因为 当时我的身体 情况变得越来越差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台湾 当然也很不幸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很不久 都离开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又状态因为疫情 然后我们也就顺势就留下来了 嗯 那个时候我父母就是也是 嗯 反应其实先一点很激动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只是暂时不去 没有想到真的就是留在台湾 嗯 所以你原先 你们都是想在大陆生活的 一开始 嗯 结婚前的计划之间 哦 这就没办法了 对 生活 对 被命运安排啊 嗯 那如果排除一些生活上的现实的因素 那你最想生活的城市是哪 没有局限 不局限于大陆 还是台湾 其实倒不是不停说的是哪一个城市 嗯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干燥一点 哦 对 所以其实要适应台湾就是这一点 对我来讲也是挺不容易 是是是 本身喜欢干燥的地方 是是是 但是就算是上海也是 也是对对对对黄梅天 对你说冬天那个我们不管 穿多少厚的衣服都是 就是冷到骨子里 嗯 嗯 北方人就受不了对对对 所以就是北方比较干燥一点 对 湿冷湿冷 因为是我听说很多陆沛到台湾生活 都会得一种病 就是湿疹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也有那个洗碗啊 什么手会有那个贵副手 我有得过贵副手 哦 对 再问你一些关于你之前工作的事情 嗯 那像你们律师会有分 类似于黄姐荣耀这样的段位吗 就比如说黄金段位啊 然后钻石段位 那倒没有 就是说你你越高级的话 就是那个做到货 啊 高级货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对对对 我们基本上更多的是说分你是什么什么领域 就是专门你的专业在 对 民法刑法 公司法就是某一个领域的律师 这样子 对他的专业性在 但是一些小所的话 很多律师他就是 什么样的法他其实都要做 哦 通常是在大所里面才会分不同的团队 就是专门是做的 哦 了解了解了解 智慧产权的 然后你就是做你的法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学的时候是跟医学一样 什么都要学哪一科都要学 然后等到高级了之后才要专专一专一的一个 对的 对的 对的对的对的 那你之后有打算在台湾城市法律行业的工作 嗯 其实我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因为在台湾的话等于是要重新考台湾的一个律师职业证 对 当然 也可能可以申请到就是in house的一些工作 嗯 但是也是要有证 可能不需要 因为我有认识一个 嗯 他也是主动来联系我的 也是看了我的频道联系我的 跟我们很像 也是陆沛 然后也是他也是律师 然后有两个孩子 然后他到他也在这边 二十十生云啊 一个比较扭泥的企业里面做in house 后来他真的又开始带两个孩子 他就再也没有回去 哦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对 那你觉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说 中华民国台湾的宪法是合理合法的吗 你觉得在台湾生活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文化差异 或者是生活上一些 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一些差异的话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台湾人 真的表现得很默 嗯 对这个让你就是生活的时候 你不用处于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 对就不用好像有一种就是我随时要ready 然后跟这个人去辩论 或者是提防他要对我做什么 然后要保持自己的decent的感觉 对就是比较放松 嗯 对整个人就是 比较安逸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就是在大陆可能会有一种警惕感 会有一种警惕性 对就算你不是说要对别人不好的行为 做出一种很大的反应 但是你还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比较紧绷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还是会存在插队这种情况 特别是出地铁站的时候 你有一种紧绷感 就是说我现在要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面 你不要被很多很多很多人插队这样子 是是是他们也不是故意插 但就是速度会比你快 对对对 然后你要准备可能防止别人挤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边就好很多 这边你这样子按照自己的一个匀速行动 对对对对 不会说好像别人会故意这样走到你 偶尔会有 但是说大部分人他还是会知道说 天啊 包括我刚才出捷运站的时候 就是有个女生她就是走的也挺快的 然后呢她就是马上走到了我的前面 她是超过我走到我前面 然后她跟着一个男生要出去 那我前面也有一个出口嘛 正好那边是空着的 她也没有故意要再做完间换位置 然后出去 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 非常的放松 对对对 这种礼貌我觉得是挺好的 然后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 还是生活空间 就是大陆人的生活空间好像 这种概念是很低的 当然有一部分人包括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从小就是说我再还没有出过火的情况下 我也会希望说我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 就是不要跟陌生人靠的太近 对对对对对 但是很多大陆人他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就算是碰到你 他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对 尤其是排队的时候 他会贴得你很近 有可能你背的背包的话 他可能会碰到你的背包 对他不会觉得不舒服 轮到你干嘛不能保持一定的空间 就是好像他们就没有这种概念 会很紧张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种紧张感好像 就是对 然后也很急躁 好像也是一种急躁的心态反应 就是好像我贴得你近一点 我就能快一点达到我的目的 就是可能社会的氛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 那你觉得来台湾最不能习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个 因为我对声音比较敏淡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 那个机车的声音特别的出 这件事情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想说是 就是人家很爱鞭炮啊 我会听到那个声音 我会有一惊一惊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听到那个噪音 机车的那个声音 我整个人就非常的 就是好像处于一种 好像一直是应激的一种 我很懂 但我现在好很多 现在甚至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都是临街的 那机车就一直呼噜呼噜的开过去 那声音也很响啊 那我们还可以在那边休息 我觉得改变很大 你很厉害 对 我老婆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几年 都还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机车的生活 每次有很大声的机车开过去 他都会说台客 如果声音太响的那种 就是感装过的那种重梯型的那种 那个我也会吓到 那个经常小孩也会吓到 这一点这一点确实 因为大陆基本上每个城市都静磨 所以像这种声音 这种特别大声的摩托车开过的声音 会比较少 不只是因为静磨 而且因为大陆就是建设的方式不一样 这边是说社区嘛 那大陆是小区嘛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 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所以大家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不太可能会临街的感觉 所以也是有差 对对对对 在市音上面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这对声音敏感的人 尤其是严重 像我就没有这方面困 如果跟我无所谓 外面打雷都能睡 对主要是这一点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台湾最好吃的一样食物是什么 说我喜欢吃火锅可以吗 台式火锅 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真的我觉得差点没有特别大胆 我好像到哪我都很爱吃火锅 那台式火锅你喜欢吃辣吗 我生完孩子以后比原来会吃辣 原来因为是浙江姑娘 对啊对啊江南姑娘 其实不吃辣的一点不吃的 现在我是可以吃小辣吧 所以你觉得台湾火锅会好吃 因为台湾火锅没有到很辣 是吗 反正我们就觉得去吃那种吃到饱了 我觉得很开心啊 其实台湾火锅被我比试过不少 就是因为它的口味比较清淡 然后它的食材也没有那种很重口 像我们大陆就吃毛肚啊 然后什么肠子啊 这边就比较少内脏 对对对不太有 因为我很少吃台湾火锅 我觉得不好吃 因为没有中口味 对我喜欢吃台湾小吃卤味啊什么 然后炒米粉啊这些东西 还是小管面线 我觉得好好吃 都是面线类的 那你在台湾有跟人吃过蒸汁吗 跟老公帅吗 老公就我们就不要不要知道 不太方便说 跟其他人有吧 应该没有吧 你有吗 我有过 我有过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有过碰到在超商结账的时候插队 蛮生气的 我还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他就插在我前面 然后我那次很生气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看前面有人排队 他态度也很差 然后就插起了 真的有好起来 老年人 我在7-11被一位老太太插过队 但我没有跟她起争 因为我还在 我还在进亚洲 哈哈哈哈 我是台湾也有 很少很少 我也是生活几年来 一次我也一次 因为最主要是我抱着小孩 然后小孩还乱动 很多人有点不耐烦 每次出去都要带孩子 这也没有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 有时候我还会 呃 比较生气的一点 就是我带小孩出去玩 然后碰到有一些小孩 是散养似的 就是家长可能只出一张嘴 小孩在做不良举动的时候 家长只是说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但完全不来自治 我对于这种也蛮生气 在台湾有没有 有有有有 我碰到过几次 就昨天有个小孩就撞妹妹 要来撞妹妹 妹妹在那边自己玩 然后那个爸爸就说 哎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但完全没过来阻止 然后我就把手挡住他了 呃 我就是有 我就这样的家长比较少 但我也碰到过一次 就是呃完全没有管孩子 就在地上坐着嘛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一个 比我们孩子大一点的一个男生 他比较调皮一点 然后呢 我们姐姐就胆子比较小 所以呢 他会吓到 对有点吓到 吓到呢 然后因为我看他的家长 完全没有管 但是呢 我又觉得说 我好像在那边不管 好像也不太行 因为姐姐已经被吓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不好意思 我可以 我说跟那个男生说 不好意思 我可以借他过一下 让他过去 然后那男生也就让开 就是也 他也没有反应很大 但是他就让开 对 我我就 我出你这问题 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我们是大人 我们是大人 他是孩子 你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讲 对 只能就是要跟他说 只能让接他过他 就过一下 那孩子很尴尬 是蛮尴尬的 蛮尴尬 因为我前两天 不是不是 你又不要欺负那个大男孩子 然后要跟他讲说 要这样子做 对 有点尴尬 对我来讲 因为就像我前两天去亲子馆 然后有一个玩具是需要排队进去的 然后壮长还在门口的时候 有一个比他大的男生 就直接把他推开 然后家长也完全没有管 家长在后面看手机 有可能 然后我就 我其实也蛮尴尬的 就不能说把那个小孩拉出来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的很大声 我就跟壮长说 我说不要学这个哥哥 这个哥哥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说的很大声 其实说给家长听 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这样的情况 他是手机中毒 对对对对 就很多家长带小孩 然后看手机 没有专心带小孩 这件事情我会蛮生气的 鼓励大家就是带孩子的时候 还是好好享受带孩子 好好陪伴 对对对对 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去做YouTube 其实做YouTube的话 就是关于自媒体 我以前就是蛮有兴趣的 但只是说说 一直没有付出行动 然后我是感到孩子的时候 以后再带孩子 我实在觉得说 虽然很幸福 这是人生的幸福 实在 但同样也是人生最难的时刻 对我来讲 所以我的心理上可能还在一种比较低谷的状态 就以前事业什么的 现在就突然就转换了 对反正就很难讲的 就是你心理上你知道 对理性上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但是你的感性上 你还是有很多失落的东西在 因为你会有一些对自我的渴望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萌生了说要不要开始拍YouTube 然后很有距离 因为我第一部是不露脸的 然后呢 对我先生就是说了 说你你这个YouTube当的实在是太那个 就是你不露脸 然后呢 被他这样鼓动了一下 我这样不才开始露脸 真的开始意义上说 开始做YouTube 就是讲现出的 世贸的礼品 对对对 现在我是从那个开始看的 对对 那你对于做YouTube 有没有一个规划 长期或者短期的规划目标 我做YouTube的话 当然希望说 那我很感谢大家 其实大家认识我们 也是因为我们有陆配这个标题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只是陆配 也不只应该只是这个标签 希望说能够更多的词了解 对 就是希望说大家也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去互相了解 互相了解 消除一些偏见啊什么不客观的地方 对 因为有些大的大的因素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左右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说有些观众把我们看的太了不起 我们真的只是云云众生中的这么一个小小人物而已 我们只是说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只是说也希望说当有个美好的心愿在了 尽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 对这个心愿其实就简单到都是只是说要什么 就是和平 对 对和平至少是在我们的这个范围里面说是和平 嗯嗯很好 尽此而已 嗯 那你做到现在觉得做有挺难的呢 比起以前的工作 难 难点在哪里 当然做法律也有未知数 因为你是处理案件 特别是在那些处估案件 你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怎么 甚至你可能觉得我接这个案局本身就蛮悲观的 但是我还是要努力试试看 那我我是觉得说撇开我原先专业 我都说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兴趣爱好是涂鸭 那我涂鸭的话 本身喜欢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不是因为别人喜欢去设计 因为我觉得这点设计师很清楚 因为他有一个个人的需要 然后去为他做改变 但我觉得自己涂鸭就是真的是让自己开心 然后如果有人喜欢你的作品 那你就认开心 你找到就是知音的感觉 那你在做YouTube的时候 最初可能想的是说 我想做一部我自己喜欢的影片 让自己开心 这样你才会有热情 有动力去去做 那你做一做的你就说 你没有办法说有些客观的数捷 你去看嘛 数捷就去看 对 那这个时候你又变得有点像设计师的感觉 你就是要看说你的观众喜欢什么 然后你就要做这样内容上的产出 对 这样就是需要有个平衡的分析 对对对对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趋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难点 对 对 就是 你的兴趣能够保持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这件事情 能够让你自己选 对对对 这个是蛮难的 对对对对 因为的确像现阶段你说 如果说我要看YouTube 呃生活下去的话 生活不下去了 那我要靠什么再继续养我 然后我就又做YouTube的很现实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放弃 做到现在 放弃的念头 我觉得肯定会有 就是那种一瞬间 这样你会人会生气 我现在好生气 这样 但是你的放弃 我现在要放弃了 这样 肯定会有 对 就是有那种卡住的那种情绪 是因为想不出来的内容 还是说觉得做的内容没有人要看 两种都有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 其实他痛苦的过程很痛苦的点 其实就在他内容要制造出来的过程 他要花很多的力气 但那个时候是很新 对对 就是当一个影片产出以后 然后那个时候产出那一瞬间 哇 那个做方案就很高 然后就开始等待 不行 这部影片又沉掉了 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还蛮难过的一些影片 明白很能理解 很能理解 对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刚刚就是我对于卓老师比较好奇的一些部分 有提问的一些部分 卓老师都经过回答了 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跟卓老师一起联系 我们上海有一句话叫老法师老法师 说的就是卓老师这样学乏的 真的 你不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大家可以猜一下 其实不是不是老法师 好 那我们这一期跟卓老师的连线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再玩 拜拜 谢谢 谢谢 老法师应该说是在一个行业 或者是某一项技能上面比较专业的人 会说一个老法师 但是他的专业是属于民间的那种专业 并不是说很正规的专业 就比如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拿着手机在拍 然后卓老师过来拿着一个单反 一个单眼相机在拍 然后我们不知道他的摄影机能到底有多好 但是看到他的设备很专业 我们就会说老法师来了 我们有关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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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